《江帝归来台》,带领光头运动改变韩国电影史。 张东健,袁彬主演的《太极棋,生死兄弟》,也是由江帝归指导。 《图雄影》,2010803.22 高雄市电影馆于三十一分之三,六,特地邀请改写韩国电影《历史》。 开创大场面战争类情片的导演江帝归来台,举办历史显影,台湾与韩国历史改编电影论坛。 分别与金马奖最佳影片《血观音》杨雅哲,韩国社会文化学者和撒纳同台,从历史事件的编剧技巧,谈到台,韩电影产业的现况与未来。 江帝归1999年指导的《鱼》上映,描述南北韩情报人员,为忠于国家而成为民族伤痛的牺牲者, 卖破韩国影史票房记录,660万人次的观影记录甚至超越铁达尼号在韩票房,扭转韩国民众观影习惯,从好莱坞大片转向本国电影,韩国电影的风潮因而复兴,一扫以往被外片压迫的颓势。 江帝归认为,除了电影本身的成功,1999年韩国电影界发起的光头运动,也是韩国电影发展一大契机。 为了抗议政府加入WTO开放外国电影配额,江帝归连同韩国电影界泰斗林全泽等知名导演,替光头在市政府前抗议,迫使政府改变放弃开放电影配额,在光头运动之后上映的鱼,才能够带动韩国电影产业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